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6月7日 今天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黃之鋒 被德國外長踢爆了原來黃之鋒 有分離主義傾向 意思是他在香港搞港獨 而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特朗普吃人血饅頭 他居然說美國現在5月的失業率稍微回落一點 說當時死亡的黑人佛洛伊德在天之靈感到安慰 引起了民憤 整件事是怎樣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踩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邊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另外肥仔傑在此先和大家討論一聲 本身在昨天6月6日 我們有一個四方框救救香港網上慈善音樂會 但由於場地出現水浸問題 所以這個音樂會被迫改期 改到今晚晚上9時正式直播 歡迎大家到時來到肥仔傑或政壇新秀 或是四方框或是港人港地的YouTube頻道 可以收看 當然自私一點點 當然是過來肥仔傑的頻道看 大家一齊出一分力救救香港 第一件事想和大家討論的就是黃之鋒 黃之鋒早前因為美國暴動事件時 已經被人批評他 他是站在美國的強權之下 他在口中聲稱要雞蛋和高牆 他們選在雞蛋 事實上被人批評了 他們經常站在美國強權 他們才是高牆 而在昨天黃之鋒亦被德國外長馬斯 批評黃之鋒的政治立場 包含分離主義的傾向 和德國政府對華的方針不同 即是說德國政府完全和黃之鋒割席 主要就是馬斯德國外長 在德國的時候被問到 德國會否響應香港眾志的黃之鋒 因為黃之鋒呼籲全球各國制裁中國 而德國外長在這個問題上回應 就說黃之鋒的政治立場包含分離主義傾向 而德國政府對華的方針和他的想法不同 他亦強調維護歐盟和中國的對話平台十分重要 強硬措施會阻止對華 長遠來說是不治的 德國今次做了一個很好的決定 以及說了一番非常好的話 因為我們在香港看得到黃之鋒這群人根本是搞港獨 經常口口聲聲說他們的香港眾志是搞甚麼自決 是搞甚麼民主 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們口口聲聲說的自決 其實就是他們現在在搞的港獨 在街頭上他們呼籲人出去抗爭 亦看到很多港獨的旗號 黃之鋒夠膽說自己不是搞港獨嗎 如果他不是搞港獨的話 他不用怕接下來會立法的國安法 說到國安法來到香港便會立即變成一國一制 這件事亦要和大家解釋一下 有些黃絲很喜歡把國安法配上一國兩制 說成一國一制 但事實上我們看看甚麼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說一個中國行兩個制度 包括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是香港實行的 但我們看回他們經常有黃絲說 國安法來到香港隨便拘捕人 然後一國兩制便會變成一國一制 但我們想深一層 就算國安法出了 就算假如他們口中所說 真是周圍拘捕人 但香港依然在行資本主義制度 有拿來變成一國一制 其實這件事就是他們企圖混淆視線 混淆大家 讓大家以為國安法等於一國一制 而一國一制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沒錯 很嚴重 但我們看到這個制度是沒有改變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 依然是兩個不同的制度 在香港依然在行資本主義 有誰敢說國安法推出香港就不是行資本主義 而是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又或是行其他社會主義制度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錯誤 而黃之鋒這班人 香港眾志這班人 經常性抹黑國安法 抹黑香港 抹黑中國 早前亦呼籲不同的國家 包括五眼聯盟 通常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制裁中國 但這次德國沒有聽黃之鋒的呼籲 甚至聽包黃之鋒是搞港獨 我們看看德國在之前對華為的態度上 已經和美國有不同 德國開放華為進入德國去興建5G網絡 我們看看中國大陸已經在行5G 甚至香港中國移動也有5G的計劃 為何德國是不會願意接受 其實德國是很願意接受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洲的科技水平已經落後了中國很多 而德國內政部部長 其實之前在華為事件裏表過態 沒有華為的話 5G網絡建設不到 而一直以來 美國口中所說 華為會洩露你們國家機密 華為會洩聽你們的資料 其實一切都是謊言 一切只不過是美國擔心 他們的科技企業不夠中國發展得快 他們擔心中國日後或很快的時間 就會取代美國 所以美國一直用一些抹黑 社博這些形式 就去討論中國企業或一些中國機構 我們看看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黃之鋒這群人 經常協助美國去抹黑中國 甚至在香港搞分裂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為何在香港搞分裂是最好的 其實是因為人民幣離岸對換中心是香港 還有差不多七成在內地的外資企業 都是透過香港融資和轉入中國內地 變相如果香港倒閉的話 中國也有很大影響 他們就是看中這一點而著手去做 但我們看到美國向來極權主義 這件事是非常離譜的 亦是我想說的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美國特朗普 他又在此癡人說癡話 早前他們國家因為有警察殺死黑人事件 已經導致全國大規模的暴力示威衝突 而他在昨天公佈說美國5月的失業率是回落 他自己是否特別自豪 還是他自己很有優越感 他很開心這件事 他就抽死了那個黑人佛洛伊德的水 真真正正是吃人血饅頭 我不知道香港那群所謂的暴徒 是否真的學美國的 即是學特朗普的招 抽死人水 吃人血饅頭 他就說失業率回落 佛洛伊德死了的黑人 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 首先第一件事大家看到已經很無稽 為何美國失業率回落 但一個是因為你們美國暴力執法 而導致死亡的黑人 會感到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 整件事是兩件事不合理 整件事不合理 但他又說得出口 我真是佩服特朗普 其實他公佈美國5月份的就業數據 失業率由4月的14.7%降到13.2% 但美國的勞工統計局指出 因為統計過程出錯 其實5月的失業率不是跌到13.2% 是修正為升到16.3% 足足升了2% 差不多1.2% 但特朗普依然說這件事 會令佛洛伊德感到在天之靈 會感到安慰 他還說希望佛洛伊德在天上看下來 會說我們的國家正在發生一件美好的事 對他來說 所有人都是美好的一天 他這樣說 但我們看到這件事 美國的確是發生美好的事 是甚麼 就是美國有一條美好的風景線 一條美麗的風景線在美國發生 他的暴力示威 他的衝突 他的騷亂依然還未平息 特朗普仍然敢走出來 他之前為了被人燒了教堂 假裝貼地 假裝市責民情 把催淚彈打完後 全開路 全打人 全清掉路 慢慢走過去 慢慢走回白宮 這次吃人血饅頭 把佛洛伊德克人死亡事件 灌到美國的失業率 雖然大家到現在 相信不明白他們兩點當中有甚麼關係 肥仔傑也不太明白 但我知道 也明白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強權政府 從來不會跟你說道理 也不是跟你說人權 如果他是跟你說人權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 美國的暴力執法導致死亡事件 也不會美國成為全球執法率 死亡率最高的一個地方 美國向來的暴力執法是非常嚴重 但他還好意思來批評香港 說香港的警方執法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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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香港的警方對著示威者太暴力 又說這些是美麗的風景線 又說和平示威者甚至要禁售一些警方用的防暴裝備 給香港政府 其實我們看到一切都是雙重標準 一切都是有陰謀在裡面 其實就是美國人想搞亂香港 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企圖透過香港示威 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 增加自己當選未來這屆總統的機會 煽動他們的民眾和香港的那群暴徒站在一起 結果怎樣呢 結果令他們自己的國家周身矮 證明這件事是完全行不通的 美國特朗普的這種做法是完全沒有用的 而香港的國安法將會成立 將會有效地打擊美國在香港的一些勢力 特別是他們資助香港一些所謂的媒體 大家都知道是誰 很胖的 不是肥仔傑 大家明白的 那些媒體的人去做假新聞 去捐錢給那些攬炒派政黨 甚至捐錢給那些基金會去搞抗爭的人 一定可以打擊這些行為 相信國安法出現後 我們香港回復和平穩定的日子 就很快來想 我們今集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你請按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令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刷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另外臨走前也希望大家呼籲一下 在今晚6月7日晚上9時 到時肥仔傑的頻道 將會播放四方康救救香港網上慈善音樂會 原定這個音樂會在昨天6月6日晚上8時舉行 但因為場地水浸問題 所以無法舉行 結果需要延期 昨晚也讓大家看看公益金或其他節目 記得今晚一定要來支持我們南營 支持一起發聲的香港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